两个星期前 台湾一名士兵在军中死亡 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军职的国防部长辞职负责 现任的文人部长上台才六天 又因为涉及论文抄袭 闪电辞职 那么新任的国防部长 再度由军事将领来出任 这让很多期待文人领军的人 感到失望 那么是不是只有文人国防部长 才能够摆脱包袱 给台湾军方带来改革呢 为什么台湾崇尚民主 但是好像却好像 要求有文人部长的呼声 并不是非常高 那么台湾的部队 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 军方有文人领军的条件吗 有关这些话题呢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专家 通过电话从台北 一起来参与讨论 第一位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 丁树范先生 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好 欢迎您 另外一位呢 我们要为您介绍的 请到的嘉宾 是曾经担任 国防管理学院院长的 帅华明将军 帅将军 他以前也是台湾的立法委员 专攻在国防事务上面 帅委员您好 主持人你好 好 非常感谢两位 来参加这次讨论 这个讨论的题目呢 其实也是源自于 最近国防部 就台湾军方 跟社会的一些 动荡的情况 我们也知道 因为士兵 洪仲秋的事件呢 导致高华柱 这位军人出身的 国防部长辞职负责 然后呢 继任的杨念祖副部长 成为国防部长 成为第一位 目前的这个文人部长 结果没有想六天 就因为涉及了论文的事件 匆匆的下台了 那么当时很多人就说 好可惜 我们好不容易 有一位文人部长什么 就这样子没了 因此呢 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所以呢 我想在我们进入谈到说 台湾到底需要 什么样的国防部长 目前 那么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们现在讨论一下 最基本的问题 那就是说 一般的民主国家的 这个国防部长 他到底需要具备 什么样的能力 我们就先请 帅华明 帅将军 你先来谈这个问题好吗 民主国家 一般的文人部长 是随着政党的执政 就轮替以后 代表这个政党 在贯彻这个政党 对国防的方向路线 大击方针 做一个代理 这个代表 来监督的国防 往那个方向去走 那么一般讲起来 他的业务呢 是说 能够做好国防预算 资源分配的角色 因为文人擅长 是用预算来掌握 这个建军的路线跟方向 如果文人 他并不具有军事素养 去干预到军队作战指挥 或者是后勤的运作 那就不是这个部长的本分 但是这个权责的区分呢 在台湾一直是很混淆 所以文人部长 在台湾不太容易成功的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台湾的文人 牵涉到军事的案件 不像美国的文人部长 美国的文人部长 是两种人 一种是从企业界转过来的 他对资源分配 跟效率代价 都能搞得很清楚 第二个是美国 两个政党里面 都培养了很多参众两院 管理军事预算 跟远外专款的这些人才 那么这一点是台湾 目前文人里面还没有具有 这么这么的培养的管道 当然文人他应该做的是 我刚刚讲的事情 但是现在台湾的文人部长 他又要管道建军 又要管道备战 又要负责这个军队管理的责任 所以这个任务对文人来讲 太过艰巨 那么军人部长的缺点呢 就是说他是从作战指挥系统上来的 那么他对未来十年二十年 这个国防预算的这个分配使用 脱离不了他原来是空军出身 海军出身 或者是陆军出身的一个历史包袱 那么他又着重在 他习惯当年当参谋总长的 那种权力的行使 所以他侵犯了参谋总长的这个权责 所以在这边搞得就变成 文人跟军人两边都干得不太成功的原因 是是 率委员刚刚您谈到了这个文人 国防部长需要具备条件 同时你也谈到了这个 如果军人当国防部长的话 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刚刚率委员您也谈到了一点 就是说在美国呢 有些是从企业界过来的 或者是政党来培养出来的 但台湾这方面做的不够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丁树范教授了 其实从刚刚率化民率将军这个讲法的话 其实国防部长应该具有像 这个CEO大企业这样的能力才行的 是不是 他不见得一定要能够指挥军队去打仗啊 您的看法呢 丁教授 我想我很赞同刚刚率化民将你讲 就是说其实台湾对于一个国防部长的期待 是有一点点不切实际 因为过去我们国防部长都是军人出身 那么军人强调这个带兵作战等等 可是实际上 现在的整个一个 随着整个台湾政党轮替等等来讲的话呢 国防部长的角色的确就是说 应该是站在一个分配资源 然后站在分配资源来支持这个带兵作战 我想第一个方面就是说 台湾有些人的观念并没有改变 第二就是说 台湾这个文人领军固然需要一个文人的领导者 可是我们似乎不太有这个条件 因为我们的这个 即使像美国那样 他还是一个培养的文人部长的过程 比如说他曾经这个国防部的 我们叫做美国叫做部长办公室OSD 他曾经在不同的这个OSD底下的部门担任过不同的工作 那么然后这样这个 然后足己升上去的 那么随着政党轮廉 可是台湾来源就是说 台湾因为这些从副部长下的这些高阶文官 他都是属于这个职业官僚的体系 那么而一个一个一个 让一个文人部长不太有的机会去历练经验这些 这些所谓资源分配这些等等 这个政策管理方面的经验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美国像美国国防部部本部 这个叫OSD国防部部长办公室来讲的话 那么他有很庞大的文人来支持这国防部长 那么来做很多重要的角色 可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台湾这方面虽然从2000 应该从2000年开始 那么就一直往这方面调整 可是调整到目前基本上是不太成功的 那么所以基本上还是军人 那么军人基本上他两三年就要回到在不同的职位去轮调 去不同的这个经历 那个历练培养等等 所以就是说让一个这些经验都没有办法 就是说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文官体系来支撑这个国防部长等等 所以使得这个国防部长培养在台湾 虽然从西元2000年 我们这个改变了这个国防部的组织办法 那么也让也规定这个国防部长 必须是文人 可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真正一个文人出身部长 其实基本上还并没有培养出来 对 刚刚丁教授您谈到就是说 这个文人幕僚的缺乏 林中斌教授他曾经是国防部的副部长 他也曾经就是谈到说 这个文人的部长需要有文人的幕僚来支持 那么率委员 您曾经参与国防二法的这个修订 跟这个制定 那您也这个国防二法里面 他也规定就是说 国防部必须有三分之一的原额是文人 文官 那么多年来都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 刚刚丁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达不到呢 基本上啊 这个文官体系是没有建立 有两个原因了 第一个我想这个 当初我在国防部参本部做事的时候 就亲眼看到孙政的文人部长 跟陈履安文人部长 两任部长都做的不是很成功 那个时候分析他的原因就是说 他部长只是一个参谋本部的白手套 去应付国会的咨询 他是有责任但是没有权利 所以国防二法里面 我给他增加了很多机构 这个机构包含战略规划室 进屏股市资源分配师 这些东西 这个体系是应该可以 那边很多文人进来做这些事情 因为这个是做一个policy 跟一个屏股的一个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可以把资源 很公平的分配到各军种去 那么很可惜的就是说 我们在行政院的这些文官 他不愿意到军方的这个文官体系来做 因为他只是说 我今天是九指等十指等 我跑到这边升一个指等 他后面的发展的路 生涯的这个career 并没有形成一个chain 所以他可能做生了以后 他又回到文官体系去 回到社会的文官体系去 所以这个一直没办法生根 后来我在管理学院 又开设了很多系所 培养军人对资源分配 跟战略评估 可是这些人呢 他又不是当年那些 当师长军长带的 这个嫡系干部 所以这些机构是成立了 但是这些人才啊 始终没有引到这个建军体系去 军队两大体系 一个叫备战 就是野战部队拿来做打仗的 飞机舰队 一个是叫建军机构 建军机构就是说 怎么样把预算分配做好 怎么样把钱用的刀口上 怎么样去评估一个 一个机制运作 是不是体系是合格 台湾的问题因为六十年没有 争过重大的战争 所以他缺少一个改革的动力 就是以前什么样的组织体系呢 就沿用老的 所以观念上比较不近 所以文官也没有兴趣跑到这边来做 那军人转文官呢 他是虽然受了管理学这些教育呢 但是他不被重用 因为所有过来当参谋总长 当文人部长的这些长官呢 他习惯用以前带兵的这些干部 来占领这个高缺 所以他们不具有这种能力 但是他要占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国防二法 虽然是通过了 机构也成立了 但是他的精神并没有落实 所以你看凡是从军上将的参谋总长 转任到国防部长的时候 他的重点跟精力 还是放在军力系统 就是去指挥这些部队怎么去运作 到反过来对这个建军的这些东西呢 他还是没有做很大的学习 或者是研究去搞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国防二法到现在来讲 并没有落实 也可以说是没有完全成功的 所以今天包含台湾的媒体 台湾的老百姓 都去指望一个文人部长 能够扭转整个 这个目前的这个退市 这是很难的 因为国防组织要经过大幅的精简 部队是精简了 但是上层的机构还是精简的不够 所以今天基层部队 非常忙 非常烦 非常乱 因为人少了 事情没有减 业务没有减 所以压的下面这个摩擦就大了 第二个原因像红案这个案子出来 就士兵红仲出案件 冰也不一样 以前是农民工人为主体 现在已经是大学生很多 从小在冷气房里面吹冷气长大的 所以这抗压性也差 再加上纯粹点执政的时候 把兵育法缩短到一年 那一年这个部队 它在扣掉周休二日一百多天 他们在部队里面待的时间不到半年 所以这个流动性太大 事关又亏 所以今天为什么讲 你选谁来当部长都很难 第一个 国防预算不足 军购已经没钱买 但是要维持现在的运作的机制 基本经费也不够 再加上长年不打仗 没有人重视国防 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是说 包含军人荣誉心 责任感 素质都在衰退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找一个人能够扭转大局的 我看是很难 帅化明教授 帅化明将军对于这个文人领军 或者是军人领军 在台湾这个大环境下 好像都感到非常悲观 丁教授 我想请您来谈一下 现在以台海关系来看 相对是相当平静的 甚至有的军人还在感叹说 不知道是为何而战 不知道这个军事 在成立是为什么而打 但是呢 就是说 可是中国大陆的导弹 还是对准了台湾的 在这样的一个 比较矛盾的状况之下 您觉得台湾的军方 台湾的军事 应该朝什么样方向来发展 我想军队 或者我们讲国防部门 跟任何一个政府的部门一样 就是说 它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包括预算资源的多少 还有整个社会压力 以及科技的发展等等等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变成是说 因为台湾如果未来几年 经济成长 不会再像 我们讲80年代 或者是90年代那样 高速度成长的话呢 那么它能够 实际上能够拨给的预算 是相对还是会少的 那这第一点 对于就是说科技的进步 那么使得整个 这个我们讲 指挥系统各方面 因为整个资讯科技的发展 那么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是不是我们应该考虑 就是用一些比较新的科技 那么新的科技的话 使得整个指挥系统 应该把它压缩 比如说现在这个 比如说 中华民国整个三军 是应该变成一个 单一的国防军 那么就是说 在资源有限的 进行之下 让这个指挥的成绩 可以更缩短 那么把有限的资源 就是说 更充实的有效的运用 那么在这种进行之下的话呢 那么训练 是不是应该更强化一些 就是说假设 未来几年 拨给国防部的预算 基本上 不再更进一步 大幅减少的话 也就是说 你的人力减少 可是你的使用的资源 可以增加一些 那么这样的话 使得部队的训练 是不是应该更扎实 把现有的这些武器装备 让他们能够 跟人跟机器的 这个人跟武器的界面的结合 把它结合得更好 我想这应该是 未来的方向 但不能反映就是说 中国的军队 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过去 特别是1996年 台海危机以后 可是我想 台湾海峡 毕竟还是某种 什么是个天险 那么你要跨过这天险 那么它毕竟是有 它一些先天的困难 但是困难不是说 不能克服 可是它毕竟是一种困难 所以就是说 怎么样利用这种天险 那么使得这个 把资源能够做 更有效的分配 我觉得这可能 对台湾来讲 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也是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想目前社会 许多人已经在谈这个事情 那么如果有共识的话 那么其实应该就是说 应该往国防军的方向去扒展 那么把这个指挥链 能够更压 更减少一些 把这个指挥成绩 能够更减少一些这样 好 我们再回到一个 最眼前下的 眼下的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现在军队的 这个士气非常低落 尤其是洪仲秋的 这个士兵死亡的事件 造成了这个台湾社会 对军人的不谅解 或者是对台湾军人的 这个看法 就非常的低落 士气低落不讲 而且呢 军方还有一些管理的问题 同时呢 还圈涉到一些这个 军人自己感觉 没有尊严的问题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 现在上来的 就是说继任的 现任的这个新任国防部长 是参谋中长上来的严明 那么我想请 川华明将军来谈一下 现在我们台湾的 就是台湾的国防部长 面对这些现实存在的 这种问题的话 应该怎么来做呢 才会有效呢 您觉得 基本上 这个问题绝对不是 部长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因为台湾的环境 你们要看看 所以台湾的媒体 你想在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之下 他每天就在把红案 当会声会影的 每天在编故事 在那里搞 所以 现在搞得 别人国防部的高层 穷于应付这些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军队不错 自己有检讨的必要 但是刚刚像丁教授讲的那个 我们早就在国防二法之前 就警觉到 我那个时候在国防二法里面 写得很清楚 希望将来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 可是基于本位主义 每一个军种都希望 自己的机构 还是维持这么多 经费这么多 人力这么多 大家这个本位主义 使这个联合指挥部 没有形成 1999年 1998年 我在美国就已经要到 这个C4ISR 这个电脑指挥战场管理的一个制度 但是由于你上层机构不解 所以这个愿望 没有办法达成 第二个呢 今天军队里面 真正需要的是一个 像军务革命 就像当年 国安战争之前 美军做的 就是说 我整个未来 因应未来的战争 跟国内的人民的这个状况 军队的这个现况 做一个大幅的改革 这个才有办法 夏委员 我们就谈到这里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非常感谢丁树范 丁教授 以及前台湾立法委员 曾经是国防管理学院院长的 帅华明将军 跟我们谈到台湾国防部 还有国防部长 什么面对的一些问题 等等之类的 非常感谢两位参加 同时呢 也谢谢您收看我们这次讨论 当然了 明天同一时间呢 VV卫视还有精彩的节目